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 自称阿卜都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 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务上 已经走了整整三年 尽管十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真正含义 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七连山下的那座宏伟观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 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 这座官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 最难逾越的关口 家御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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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 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 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挥的信函 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厄本堵被教廷选中 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厄本堵 葡萄牙人 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 他天资聪慧 精通印度语 波斯语 熟悉中亚的历史 地理 以及风土人情 为了保密 厄本堵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 化名阿卜杜拉·伊赛 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 厄本堵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十三世纪初月 蒙古人的三次习征 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路上交通 但冥王朝建立后 出于对蒙元参与势力的顾忌 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 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 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 战乱频频 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 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的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十五世纪初 冥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九十年后 葡萄牙人达迦马打开了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海路 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 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 利马斗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厄本堵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 厄本堵由印度出发 加入商队 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五百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陷恶 离他而去 只有一名叫做依萨克的亚美尼亚仆人 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 翻越帕米尔高原 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紧的道路 恶劣的气候 以及肆虐的盗匪 厄本堵好几次私利逃生 终于进驻了河西走廊 厄本堵险向还生的路上之行 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路上思路状况的生动邪照 商人们想要穿越思路 进行贸易活动 异常的艰难 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 离开印度两年后 厄本堵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 一个叫查理斯城的地方 在这里 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 商人们告诉厄本堵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 而那里正是中国冥王朝的都城 北京 厄本堵兴奋一场 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 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 商人们还说 在他们落脚的地方 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 其中有一位 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立马斗 得惜耶稣会同事的行踪 这让厄本堵十分惊喜 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 厄本堵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 厄本堵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 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出现了一座以嘉宇关命名并新建的城市 古老的嘉宇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下 主体城楼 旺城 罗城 树楼 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 在西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满下 在西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托下 射人心魄 关城有三重城过 多道防线 城内有城 城外有豪 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 明帝国迁都北京 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西域境内同样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溪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 在河溪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宣旨 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御门关的地方 石关峡 在奏庆朝廷批准后 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公元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强身时 还要在黄土中掺入棉麻和灰浆等混伴 以增强年结强度 所以尽管家喻关是夯土城台 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 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公元1539年 经过了168年的时间 家喻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封碎敦堡全部修建完成 他南起七连山之脉的文殊山 北行黑山峭壁 中间连接着家喻关 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陵墙岸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冠 冥王朝后期 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 以边墙连坠起九边的城堡 蹲台 碍口 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六千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 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 明长城最终在家喻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 这座宏大复杂 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 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 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家喻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 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家喻关到天方 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 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喻关的城楼建筑 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爱 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 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 但是明王朝的陆路交通状况 明王朝的陆路交通状况 为了防御外患 明政府在家喻关外 先后建立了七个卫所 他们共同构成了明王朝西部边陲 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七个卫所护卫着从家喻关到哈密卫的 一千五百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家喻关一线 是来自中亚与西域共事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 家喻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厄本堵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家喻关 他们要在家喻关接受甘肃镇守城的审验后 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威格高耸的家喻关城楼和严民不绝的长城 厄本堵背着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 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二十五天以后 厄本堵经过家喻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 终于通过关卡 进入家喻关后 厄本堵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宿州位 也就是今天的九泉 在苏州 厄本堵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 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冥王朝 厄本堵历经三年的艰辛旅程 终于证明了立马斗的推测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 告诉所有的西方人 契丹就是中国 不及待天人 他却迫不及待地消灭 他迫不及待地消灭 他迫不及待地消灭 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 进入明朝进行朝贡 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 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厄本都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 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足走到了这一步 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 厄本都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 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 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 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 而展开激烈竞争 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家的河西走廊上 贸易活动依然繁荣 但是厄本都的亲身经历验证了 此时往来与东西方的商人们 早已失去了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 在明王朝立国之初 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 朝共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 将外交与贸易合一 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 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厄本独进入中国的时候 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 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 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 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 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共制度 透露出臣府僵硬的气息 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 无法绑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 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 一步步在经济崩溃 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厄本独在九泉进退两难时 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 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 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 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 厄本独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 厄本独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 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 宿州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为汉人居住 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 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 他们来中国经商 再次成家立业 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 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厄本独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 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一年后 渐渐绝望的厄本独鼓起勇气 再次写了一封信 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 这封信终于送到了 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 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 他们立即派修士忠明礼去接厄本独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 忠明礼到达宿州 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厄本独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 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 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厄本独受到猎麻痘写给他的信誓 他双泪长流 不能自已 就在忠明礼到达之后十一天 厄本独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宿州成为了厄本独付出全部努力 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 在宿州城外 今天的家喻官室 中明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厄本独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数 厄本独仿器单记三章 收入厄本独中国炸记中 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厄本独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 并见证了十七世纪初的路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但是厄本独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路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 明朝政府将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毙 厄本独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对于厄本独来说去往嘉域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 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 而对于西出嘉域关的中原人来说 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 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域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 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 不仅禁止汉人出洋 拘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 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 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 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 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宇关要塞时写下了 出世卢龙山海险 东南水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 尽管被迫出关流放 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设计置于深厚 在流放的漫长旅途中 林则徐了解到 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 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 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 在风雨飘摇的多时之秋 愈发现得重要 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 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物 抵御外敌的入侵 但只可惜年鱼花甲的他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 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1月 林则徐再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 乘船驶入湘江 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 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香阴家里 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越路山下 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 激动不已 上船时竟不慎落水 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 两人一见如故 推心致腹 林则徐形容说 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 差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 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尽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 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 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 东南洋移能预知者或有人 西定新疆舍军莫术 当一届不一的左宗棠 结果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 他还无法预料 今后自己的命运 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 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 仅有的一次会见 香香叶化后不到一年 林则徐刻然尝试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 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 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拓 在兰州就任陕甘总部的经历 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 正如林则徐所遇见的那样 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 中亚浩瀚韩国军官阿古柏 陈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 无暇西部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 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际 出兵近战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 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 东南海江骤然暴击 公元1874年春 日本汉人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 这种边防形式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都府将军 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 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 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 不如就此放弃经营 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 中国的山川行圣皆旗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 中国就等于安定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 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初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 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 左宗棠上奏 父臣海防塞防及关外剿府粮运情形者 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 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 二则并重的主张 并立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 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 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赛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 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乡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国百军的洋枪洋炮 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 仿造德国枪炮 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 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东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 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 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 景色荒凉 左宗棠下令驻陆军队 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 栽种杨树 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杜玉关 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 便将左宗棠和部署所栽种的柳树 叫做左宫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净的左宫柳至今有存 绿柳农阴依然造富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六十八岁的左宗棠 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 并出嘉与关 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 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乡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 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 袒露心怀 此时稀释无可视之人 我断无推卸之力 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议死战 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 不得不通过谈判 签下中俄伊犁条约 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宇关城楼上 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官的牌匾 公元1881年 嘉宇关正式开布通商 古老的官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 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段时序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 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 资产阶级革命 产业革命的推动下 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 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 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 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 成为了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 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 穿越沉寂的河西走廊 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公元1868年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山路 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 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 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 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斯洛夫 还有发现居沿汉奸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蒂 和让敦煌文物飞升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 法国汉学家薄熙和等等 在到达宿州时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厄本堵的墓 但他们未能如愿 斯坦因感慨道 美京厄昔日所过诸地 未尝不追向厄本堵 及其坚韧不拔气概 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 来到河西走廊 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 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 大雪覆盖家御关的景象 家御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 左宗棠所输匾额也已经遗失 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 是河西走廊在十九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 只有经历了三百年封霜的家御关主城楼 还保留了他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里寻 时任英国泰晤士堡驻北京记者 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 在莫里寻的西部之行中 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 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洞 留下了清帝国之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家御关 每隔室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 随意失去了边防的功效 他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 衣衫蓝绿的男女老幼 有着被风沙雕桌过的面孔和身躯 他们平和地望着尽头 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 辽阔 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 在莫里寻的尽头中 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透过这些黑白影像 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朱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里寻 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 她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喻意识到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 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 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下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 凝住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 另一些人正在等待 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在莫里寻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 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 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 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固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 全新的思想观念将蓬勃兴盛 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 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 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礼 将广袤的西部土地 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